台股今天盤中一度中挫300多點 不過日本股市今天盤中中挫七八百點 那這一個韋傑今天因為傳出 全球的疫情可能惡化 所以使得亞洲股市幾乎全都倒 那另外一個台股相關的議題是 市新跟高價電子股跟電子股 很擔心這一波的美中廝殺又可能中槍 沒有錯 今天的這個台北股市是中挫了284點 然後跌了1.6% 那今天外資是賣了台北股市309億 那最主要還是因為 今天感恩節還賣300多億 所以感恩節沒去休假還專程賣股票 我想應該是昨天晚上美股休市 那所以沒有賣的來不及賣的 就今天都在亞洲盤全部賣掉 所以一開出來 其實日本股市非常非常的糟 那到目前為止的下午的 美國股市的期貨盤的交易狀況 這個道琼工業指數到目前為止是跌了820點 那恒生指數是中挫了2.5% A50跌1.2% 那歐洲盤的一個期貨盤的一個狀況 德國股市跌了3.4% 英國也3.4% 法國股市跌了將近快5個百分點 所以其實這一次在整個這個市場上的一個轉落現象當中 是非常非常明顯 那當然對於台北股市來講 結構的部分要看到電子全資股的全面轉落 今天的台積電跌了7塊錢 跌了超過一個百分點以上 也跌破了600塊的整數關卡 有轉落的現象 聯電的部分倒是只有小跌不到一個百分點 守得還算不錯 那這一波的領長指標聯發科 倒是跌了將近快3個百分點 那進入到了月線保衛戰 跟千元大關的一個整數關卡保衛戰 鴻海今天也跌了1.4個百分點 再一次的有可能會準備回測 100元的整數關卡 四星KY今天跌了將近快5個百分點 跌破了季線的支撐有轉落的現象 另外我們看到就是在過去的 從中產業的這個領長的 在航空雙雄今天紛紛都是跌停板作收 那也都有轉落的一個現象 包含像是在長榮今天也跌停 今天也是下跌的 那中鋼也跌了2個百分點 所以其實從目前看起來 全面性的全資股都在轉落當中 今天強勢股非常非常的少 另外我們就看到這一次的 這個四星KY被點名的這個事件 其實在今年的上半年4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出現一次了 那上一次被點名的是包含了 四星KY的客戶 另外就是經利科的客戶 但經利科其實這兩次都 第一時間就站出來說 我沒有客戶是有受到相關的制裁 但這一次四星呢 倒是站出來承認說 其實我真的是有這個客戶被制裁到了 所以在股價表現上面的 都相對比較偏弱勢的 那另外呢 在這個經利科的部分 我們就看到 他真的有跳出來 就有講說 我沒有客戶上榜 所以在這兩天的下跌的指標股當中 四星KY跟經利科都分別的被拿出來比較 但經利科相對的第一時間跳出來一澄清 他的股價馬上就直穩 但四星KY到今天都還在往下跌的一個過程 那另外我們看到在這個 美國的出口管制的清單是增加到27家 是上一次之後就再一次的增加更多的一個名單 所以代表說在IC設計的產業當中 很容易都跟中國大陸的企業做合作 所以這一次看起來在IC設計的這個產業的領域當中 中國大陸的客戶可能大家都是人人自為 要皮繃緊一點了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